remove掉,那如果全部清除的话,比如说我地标123,那三个全部都帮我清掉了 再来最后面有个什么legs,legs就是说总共有几个 这个legs就是说它的资料长度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legs去知道说到底有几个,另外的话key index就第几个了,我们可以去抓到如果三个的话,那就0,1,2,就分别把这三个通通抓回来,你再加一个回圈 基本上这个资料呢,就全部跑完了,ok大概是这样,那所以后面的话我就有一个 上周礼拜就会有一个那个练习,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我的这个程式里面是这样,你要怎么去操作呢 基本上我们的界面上面 我们逐一来看,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做完类似这样,我们逐一再把这个地方再重点再提示一下 慢慢来看,就是说我将来要能够秀出来 总共有几个地标,三个 总共有地标,总共存的地标,总共有三个 其实应该顺序应该总共 存三个地标,可以按确定 那这个是用alert跳出来,那第1个地标是朝进 公园 最后把这个全部放在哪里了 放在我的画面上面,那这个流程基本上第1个,如果要把它秀 要存怎么存,然后要能够秀怎么秀 所以我们也是按部就班来好了,第1个 一样先 在那个,也是你们就开个新的专案了,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存在 本书范例里面好了,你就是在新一个什么,我是直接在 这个本书范例里面,再开个新的 那这边一样,就是htmlfile 按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呢,我们就是 将来如果说要让它把结果,比如说我存进去东西 要能够在网页上秀出来,就是这样而已 存的秀 存的秀,最后的话其实还可以怎么 跟我们前面的东西 做应用搭配好了,不然这样我看 如果 分开讲,你们好像要用,感觉好像懂 但是要用,好像不知道怎么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 关联的地方,因为 它 城市设计现在慢慢就是 有个关 专有名字叫mvc的一个架构 mvc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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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